一改过去稻田收割之后 单调了几只无缝公所跟农友合作 在去年的二旗稻作收割之后 在福星路跟74号快速道路之间的农田 撒下了波斯菊 百炙草 还有向日葵的种子 而最近的花朵是正直盛开起 一整片美丽的花海来吸引了不少民众拍照 而花旗预计到一月底 想要赏花的民众手脚可要快 金黄色向日葵热情绽放 一旁还有波斯菊 百日草 随风摇曳 在福星路和74号快速道路之间的农田 最近花朵正直盛开起 一整片美丽的花海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拍照 然后我们鼓励农民就是在稻作收成以后 去做一个绿肥的花植的施杀 那当这片稻田盛开了 有向日葵 百日草 还有波斯菊 那能够美化这边的环境 一赶过去稻田收割后的单调景色 务丰公所和农友合作 在去年二期稻作收割后 撒下波斯菊 百日草 以及向日葵种子 最近花朵陆续盛开 让田园景观增添不少美丽色彩 耕除之后它可以作为绿肥 然后让这个土地更肥沃 那各位可以知道这里是我们那个 我们雾峰一个香米的主要产区 那除了香米外 那我们也提供一个花海跟花田 让路过的民众可以做一个观赏跟拍照的地方 从那个演书 演示的朋友 偷出来了 从那里得知的 那从哪边来的 我们从沙路 台中沙路过来 那觉得今天看到这里大片花海觉得怎么样 觉得很漂亮 这个种的都很漂亮 因为前面那边也很多向日葵 然后刚刚是在那边拍完 然后拍过来 走每个地方都超漂亮的这样 所以特别是喜欢向日葵吗 对 就是因为很阳光的一种感觉 公所表示 福星路两旁的花海大约占地11公顷 不仅让景观更加漂亮 花旗过后也能作为农田的绿肥 一举束得 花旗预计到一月底 想要赏花的民众 手脚可要快 记者张志颖台中采访报道